今天我們特別針對勞動部的今年投資就業發展第二期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針對今年朋友就業這一塊 有非常多的相關的計畫跟協助措施 那其實在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推動了投資新年就業第二期的計畫 那考量是因為說其實大家都知道 五到九月是我們協助這個社會新鮮人 積極投入這個市場的這個重要階段 那我們在五月就推動這個二期的計畫 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協助這些異候的這個社會新鮮人 不懼怕這個環境的變化 因為勞動部已經做好相關的準備 我們提出了這個結合了十一個部會的資源 我們提出了這個第二集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也是希望針對今年朋友能在就業部分 不管是執愛的年輕 或者是這個不同產業人力供需 或者他們一些非典就業啊薪資各方面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都有依靠相關的這個協助方案啊 那其實在經過這一段時間的這個執行 我們到七月份我們盤點我們的執行成果啊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已經協助了五千位的青年啊 能夠投入我們政府所提供的相關的評訓課程 那也協助了將近兩萬名的這個青年朋友就業啊 那所以雖然現在已經是八月底了喔 我們特別也在整理了一下 我們勞動部的這個十一支 不管是在就業面 或者實業訓練這部分的這個計畫 能夠針對可能目前還沒有做出選擇 還沒有投入成長這個青年朋友啊 再給他們一劑強心聲啊 希望他們能夠好好運用這些政府的資源順利的投入這個產業的這個部分喔 一下我們勞動部現在是對七年的計畫其實很高達一九支 那我們大概今天積蓄上面紅色的部分 七年在就業第一名的話大概就是在就業一端 就是大家面試品提出來對不對很怕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他們比較不確定他們的植癌方向 那再繼續關於第三名的部分的話 他就是害怕他們自身能力的不足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青年在找工作的話 他們其實在 就是職訊端跟救助端其實都很非常需要 我們勞動部的一些相關資源 那我們大概今天就分為 訓練跟就業兩個導向的部分 那職訊端的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有講到再學嘛 那再學的部分 目前其實大家運用的最夯的部分 大概就是採學新計畫 跟大專青年育聘計畫 這兩次計畫其實有一個共同點 他就是讓青年在學的時候 他就可以到公司去就業 而且不是像過去的一些可能是建交合作 他是真的被老闆不為員工 然後真的有一些培訓 然後拿薪水的那一個部分 各位新鮮人的部分的話 他主要是針對我們大學畢業了以後 其實青年他們其實在找工作上 有一些還是蠻強的啦 所以他現在政府大概就一直對我們 如果畢業了以後 還有一定初次選職 3月還有找到工作的青年朋友 那我現在有一輩子的計畫 那就是你來就業中心 就業中心會幫你推薦工作 也會用一些 實驗的一些相關的服務 特別有邀請到兩位青年 還有橋雙代表要來跟我們分享 兩家失敗之後 不參加 我找到了我有興趣的台湖公司 然後剛好因為人資的介紹 我認識了青年計畫這個項目 然後也因為青年計畫 他有任何所謂的職場導師 導師會對一個帶領你來做工作 然後幫你做大部分 就是你的失勤可以比其他人那麼高低 不用那麼害怕被開除 然後也因為青年計畫的這個職場導師 我們學習速度可以快很多 我認識完九個月之後 因為學得特別快 學的東西特別多 有被主觀賞識去製程課 做學習新的東西 然後做新的事物 然後最後我想謝謝青年計畫 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有青年計畫 學到任何個東西 然後運氣很好 可以調整 最後還可以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青年計畫 有這個心得 讓我記得青年可以到作業中心去尋找 一些就業的機會 那剛好就遇到吳小姐她幫我介紹 然後就來到新大產店 去有個機會 可以學習一個新的工作 那讓我們意外的是 在工作當中呢 我原本聽說 這個產業要學習技術 並不那麼容易 但是我到公司裡去之後 並不是這樣子 公司大家都很願意教導我 所有的我需要的 學習的技能 那幫助我在短時間內 能夠很好的成長 所以我相信 不論是公司 還是在政府都很願意 幫助我們這些年輕人 都能夠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 我知道 政府他們 很願意 幫助我們 他會幫我們找到 合適的公司 讓我們可以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能學習到 很重要的技能 能夠幫助我們 有更好的 生活 或是缺工就業獎勵計劃 請問一下 這兩個計劃 是適用哪種青年呢 待業超過 透盡期限 透盡期限 青年給他一點熱烈的小聲 恭喜大家完成了 我們這一個 圓夢拼圖的區塊囉 今年轉動作 不用怕 善用政府資源 那時候求職的時候 因為 求職 那個時候剛好疫情期間 人事都在凍結 所以 比較求職不利 然後剛好 台福科技 這間公司 他做的東西 我有興趣 然後就來台福科技 剛好 也有清建計畫 可以讓我 得知 也因為清建計畫裡面的 導師制度 讓我 可以學比較多東西 因為 他會一對一的戴著 然後大家也都會 Double Check 所以比較不用去 那麼害怕犯錯 而被罵 OK 然後 除此之外 我在結訓完九個月之後 因為從中間 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也有幸被主管賞識 然後去了 製程課 這樣子 也鼓勵 大家可以利用這項計畫 來去求職 這樣 可以學到更多東西 同時 你的起心也會比別人高一點點 如果不取得更多東西 隨便到買這麼多東西 如果給我們 含從中間 你還是會 prendre 這麼多東西 你會找到